嗨,大家好,我是杨老汉 如果你考虑买二艘车,对吧 我说说几种车,大家千万不要买的车 当然了,有前提,那就是 你只是想把车当成一个普普通通代步工具 说白了,手头 本身不富裕,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名牌者不想装笔,就想安稳开车 有几种二艘车,千万不要买 特别是年轻久的车 第一种,那就是豪华车 大家知道,豪华车的维修,保养,后续费用都非常高 对吧,这种车就尽量不要碰的 当然,你要说你要轻软,你要玩车 其实那个玩人无所谓,对吧 那有很多人,或者说你真想花小钱赚大笔 对吧,但是你就得承担出未来这些豪车 所有的后续的保养费用 对吧,还有很多,可能说涨个大排量车 对吧,确实没有多钱 还不定知道,保险贵啊,太贵了 对吧,那个排量税又有多钱 很多人可能考虑这么健全 想的不那么多 但这些东西你都需要考虑 包括油耗,现在很多 油一直在涨 一直在,有些车可能在变相里涨 说完了,以前据说现在以前是国六而已 现在又变什么国六B了 以前好像是加10%的酒精,还义醇呢 现在好像说要加到15% 意味着你的油耗会越来越高 对吧,现在的油品品质越来不如从前了 未来控制排量,你的油耗会越来越高 而且豪车特别是买这种老豪车的人 其实他们是不差油耗的 当年可能10年,对吧 或者是零几年那种 能花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一百万买豪车的人 因为他会在乎油耗吗 他是不会在意的 但是你一个,现在你拿着小钱去买这种车 你就一定得承受这种结果 第二个,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高配的车 我最珍惜的意见就是告诉大家 买二车车特别年限长的 同样的价,买低配并买高配 对吧,有的人说,那怎么怎么的 当然的,你要想要那种 所谓的虚荣心,对吧 想要那种享受,那你当我他 当我他放屁 我只是站在一个老百姓 真正角度用车 大家明白什么叫用车吗 车是从A点给你送到B点 这么一个工具的角度上 不要选择任何高配的车 为什么,你要知道 任何的,无论是机械产品 机械还是电子配件 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 你知道啥意思吗 就都是有它使用寿命的 一台十几年的车 你很多零部件的 它的寿命 基本已经到头了 这个大家明白 举罪在外里的 咱就是天窗 那胶条呢,倒没到头 天窗那开管开合器 它的年龄,它的年限倒没到头 它会不会出现问题 没有人知道 你买到手的出现问题了 你说你本身就是 钱不充裕 买了一个老车去代步 然后你会发现大毛病没有 天天凶,对吧 今天电动锥不好使的 明天那个车船打不开了 对吧 后天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屏幕又死机了 对吧 哪天什么什么按钮啊 什么电子配置 电子产品中心 电子这东西是太不可靠了 居心那位置 你看现在无论是飞机 还是坦克 还是我们所谓军工方面都是 尽量减少电子元件 以机械元件为主 对吧 你看坦克它没有手自动网 为什么你要自动网 你要知道 首先它的机械基础是没变的对吧 它是问题是控制什么时候混档 它是电子的 它不是机械的了 所以说大家尽可能的选择 对吧 这个机械就选择这种电子产品少的车 打到你后续省心 为什么很多人说 什么老的 什么日系 什么省心的 什么国产车 不行啊 我跟你说 其实不是国产车 不行 特别是国产车 我非得提起来 高配的国产车更不能买 我告诉你 为什么国产车 现在都说二手车市场说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 同年线的车 同价位的车 国产车的配置 远远高于核质车 特别这些烂七八糟的电子配置 你要知道 它本身说白了 它就靠配置去赚钱 它的机械数字开起来 你的车的品质 可能就不那么太好 它再加上这些繁琐的配置 换句话说 它车卖的价格里 它这些采用的电控设备 这些东西的品质会搞吗 也不会 咱就说车灯泡不验难的 有些灯泡对吧 可以说反复开关 比如说3000次 可以使用10万个 1万个小时 对吧 当然了 也有那种反复可以开关500次 对吧 使用5000个小时 3000个小时的 等 但是你认为 在某些 特别是便宜 配置还高的车上 它会给你用那种 品质高的电子远控件吗 我认为不会 选择都是一些低廉 便宜 说白了 短期内 你用不坏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你买这二道车 你连线长的车 你就会发现了 今天 你不用说那个 就包括主要的 这些电控件 就是电脑板 机箱里边 这些各种各样的电控件 包括这些管 很多东西 它的质量 它都品质 可能都不会太高 为什么 它把更多的钱 更多的资金 转到这些没有用的配置上 那它就会在硬件 或者这些刚性需求的东西上面 做一些手脚 对吧 选择一些廉价的东西 问题是 短期内可能3.5年 没有啥问题 对吧 为什么 坏了 就比如说五六年之后 坏了 也可能会说啥呢 这玩意呢 正常的一损件 但是你知道 它的同频率低 什么是同频率低 可能有些厂家 除一台车 对吧 它基本的保证 这台车 除了轮胎 S2片以外 别的零部件 和底盘呢 和这个 包括这个腐蚀程度 可能是同频率高 比如这个车 478.2 我说的意思 基本上 所有东西 就都不行了 知道吧 这个车 你就是选择 是卖 还是彻底修一下 但是有些车 可能不会 有些车可能 底盘什么的 发行机标签 能挺20年 但是里边很多东西 对吧 可能像说发行盘 那件呢 或者里边那件呢 可能三年五年之内 它就坏了 它的同频率不一样 也就说白了 为什么有的车 不好卖 那就是你发现 你在不停地修车 今天这坏了 明天那坏了 明天这坏了 后天那坏了 而有的车 可能到这个连线时候 集体基本上全坏了 你忍不了 你就卖了 然后那个二手车 修不修 我再卖给你 然后这就是本质上区别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 老的豪车 大家不要碰 除非你有刚性需求 我就想靠这个逼格 去装冬装 装差 我想做省 我想做买 我要排面 那没办法 剩下就是我说这种 高配的车 尽量不要买 有低配便买高配 还有就特别是国产高配车 有多远 多多远 就完事了 低配车没有毛病 你就买吧 老车还有 国产车 自动挡车 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不要买 好 这种东西 谢谢大家